大家好,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,我是贝尔。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橙子鸡的做法。 先准备一块姜,磨成姜末。 磨好后大约一汤匙的量。 再将蒜磨成蒜末。 也是一汤匙的量。 再准备450克鸡胸肉。 去掉筋膜以后, 先切成厚片。 再切成丁。 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。 加入蒜泥。 姜末。 打入一个蛋清。 加入一勺生抽。 一勺料酒。 一勺白胡椒粉。 一勺香油。 一勺玉米淀粉。 搅拌混合均匀以后,放一旁备用。 下面准备炸粉。 碗中倒入面粉。 两勺玉米淀粉。 两勺玉米淀粉。 一勺泡打粉。 一点白胡椒粉。 一点盐。 混合均匀以后, 我们来炸鸡块。 将腌好的鸡肉裹上炸粉。 起锅烧油。 放入筷子。 出现密集的小气泡以后, 加入鸡块。 这时的油温大约在140到160摄氏度。 先不要急着翻动。 当鸡块定选以后, 用筷子就很容易分开了。 鸡块炸至微黄之后捞出。 酱油继续加热。 温度大约是200摄氏度左右。 倒入鸡块。 复炸一遍。 颜色变得金黄以后, 捞出盛入碗中放一旁备用。 下面我们来调酱汁。 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橙子。 取一半的橙皮装入容器中。 执去表面黄色的部分。 不要擦到白色的皮, 不然会发苦。 再将橙子切开。 挤入一半的橙汁。 大约四分之一杯。 接着加入两勺生抽。 一杯鸡汤或一杯水。 一点姜末。 一点蒜末。 两勺红糖。 一勺白醋。 一勺苹果醋。 搅拌和和均匀以后, 放一旁备用。 我们再调一个水淀粉。 碗中倒入100克水,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。 喜欢汤汁更加浓稠的, 可以将淀粉直接倒入酱汁里。 混合均匀以后放一旁备用。 锅中倒入调好的酱汁。 大火烧开以后, 倒入调好的水淀粉。 因为淀粉容易沉淀, 所以在用之前轻轻搅拌一下。 再次烧开以后, 倒入炸好的鸡块。 翻拌混合均匀。 然后盛入盘中。 最后撒上熟芝麻。 一道酸甜可口的橙子鸡就做好了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 欢迎点赞,订阅,加分享。 我是贝尔, 我们下期再见。